大家好 今天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咱們這個T-60S測評的一個基本操作步驟 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觀 這邊有兩個序列號切換鍵 就是平程序的 這個是個位架 這個是十位架 然後這邊有個電源開關 這邊有個加號和減號 下面有個自動切換Auto鍵 這上面這裡是平線接口 然後這邊是背光接口 A1 A2 A3 A4這些都是背光接口 我們正常用A3比較多 這個接口用的是最多的 然後這種LED的接口也很少有 這個5V的接口也很少有 然後這上面這裡有三個燈 一個是屏的鎖定電壓的指示燈 一個是屏的鎖定電壓的指示燈 這個是3.3V 然後這個是5V 然後這個是5V 這個是12V 來看一下這個接口 這個接口 這個屏線的這個是一個30幀的一個偵插接口 然後這邊是電源接口 這是微接的信號 那我們今天來演示一下這個屏幕的一個測試 我們找到這個屏幕是一個筆記本的屏幕 它是一個LED屏號 屏的型號 來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 B140W XW01-V8 就是屏的型號在這個位置 這個參數的話 我們如果說初次接觸不知道它的參數的話 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它的區域的一個屏參數 包括它的信號定義 這是一個LVDS單6的信號定義接口 屏的分辨率是1366乘768 那我們來測一下這個屏幕 屏線的這一頭 來看一下 這裡有個紅色的點 它對應我們這一個測試盒上面這裡 這個第一角的正三角幅這個位置 所以說不管哪一種屏線插都是這樣插的 不要插反了 這樣把它接上 接好之後 頂進去 這樣就接好了 然後呢 這個背光的話 插在背光的接口 這個它有正反的 插反的 插不進去 那剛才我們查到了 它這個是1366乘768的一個單六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對應到我們測試盒上面 這裡來找 它是30號程序 那1366乘768S6 那S就代表是單的意思 那後面有S8就是單八 D8就是雙八 D6就是雙六 注意看一下 區分一下這個信號 定義的一個後面的一個字母 它這裡有介紹的 D6呢 雙六 D8雙八 S6是單位數的 單六位 S8單八位 其實上面有說得很清楚的 只是看一下這個列表 包括這個操作流程 那這裡就不過多講述這個問題了 這個到時買的設備 自己可以先認真看一下 那我們來通電 通電之後 我們這個屏的供電電壓是3V 那這裡呢 顯示是3.3V的輸出 這個就不用動它 如果是5V 那怎麼來切換到5V呢 我們來演示一下 按住這個OUT鍵 A to Auto鍵 這個按住5秒 那這個燈就切換過來到5V了 現在這個輸出的頻電壓是5V 所以這個電壓一般我們不要設置錯誤 設置錯誤會燒壞屏幕的 那怎麼切換到12V同樣的方法 按住5秒 那個燈變過來 這裡12V了 這12V登亮了 現在它的頻電壓就是12V 那一般什麼樣的頻用12V的電壓 電壓呢 就是我們的液晶電視頻 那個頻的話 它的頻輸出電壓一般是12V 那顯示器的頻一般是5V 那筆記本的屏幕一般是3.3V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個是3.3V 我們把它切換回來 繼續按住5秒 把電壓切換到3.3V 對吧 好 那我們來把這個頻参數調到30 先按10位加減 那到了30了 如果說有個位的 按繼續按個位把它加到 你需要的那個數值就可以了 好 到了這裡按一下電源鍵 那輸出燈已經亮了 屏幕已經點亮 這個有點反光 把它立起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是一個測試屏 中間有一條線 這個不影響我們測試效果的 我們這是做一個演示 按加號和減號 可以切換這個屏幕的顏色 很簡單 是吧 好 我們按循環一多之後 它又切換了紅色了 那這個屏幕 它在3G色下面沒有 比如說沒有壞點 沒有按線的話 那這個屏幕就是好的 那我們測完這一塊屏 那換下一塊屏幕去測試的話 記住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先按一下電源鍵 等屏幕熄滅之後 我們再來拔擦屏線 這個很重要 不能帶電拔擦 屏幕在亮屏的時候 不能直接去拔屏線 如果這樣的話 會造成這裡面的主板的 芯片損壞 之後就可能就會黑屏了 撤不了了 像這種如果是人為損壞的話 工廠雖然能修 但是要收費的 所以一定要使用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這就是一個測試過程